今集帶大家從芬蘭坐船來到愛沙尼亞 走一旦被列入世界運荷尼產的中世紀古城塔林 再潛入這個中滿神秘的水底監獄 看影片之前,記得留言、LIKE、SHARE、SUBRIBE 好多人來到Helzinki,都會順便乘兩個半鐘船 向旁邊的愛沙尼亞 今次坐的Viking Line,即是來回船費19元歐羅 如果想像我這樣玩多幾天,船費會是41元歐羅 看看那些海鷗,即是做FreeWinder 達了兩個小時45分鐘的船,剛才來到Helzinki 我覺得對於芬蘭人來說,只當作是長洲的一款 如果之前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就會知道他是我在芬蘭CodeSurfing的那個HOST 因為他知道我會來我西尼亞玩 所以他決定跟我來買酒喝 他說來到Astonia,沒有喝酒 你基本上是感覺不到他們的傳統習慣 剛剛聊天,問他一年來幾次Astonia 可能他說一年來一至兩次 可能來買酒喝,或是跟朋友來這邊旅行 吃完東西之後,現在就進入塔林的舊城區 是帶到有很多這些充滿和華色彩的中世的建築 也可以上來觀景台,看看塔林的傳貌 而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主教堂 就是建於19世紀,充滿俄羅斯風格的東正教教堂 我們在這個B4 dinner之前 一個人還不想喝到一杯啤酒 所以就在這裡找到 有沒有一些風景又漂亮又多人坐的酒吧 嘩,這個很大間口 外面又有位,裡面有這麼多位 對 對 其實真的不好喝酒 但是真的喝了很多 你一直在推動我去喝很多 不 我們都沒有喝很多 我知道 這個很好 其實這個不太好 這個不太好 不,這個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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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太好 這間也是塔林排名第一的餐廳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 他們有得吃微鹿的肉 這個就是微鹿的肉 他只有一些sweet potato 是跟這個餐 可以試一試它 其實微鹿就是 Frozen裡面的龍 其實它主要是在白歐出沒 所以你用在白歐就吃到它的肉 不過我真的覺得它像牛腩 我像Busso 這個心太軟也是必吃的甜品之一 我想很多人來塔林 都只是去旧城區玩 一天就算了 這次我就來兩天 第二天就去第二個城市 我覺得有景很美 是平時的風景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叫做 Wrumu的水底監獄 謝謝 謝謝 這個地方就要收5元 歐六天一個人 就買了一張Ticket 就可以進去玩 好多久 現在的風景 我猜到現在是20-19 度 我猜到20-19 度 好 不算太好 可能會有一點點 19-19 OK OK 謝謝 謝謝 OK 我現在可以開車進去 嘩 那些水很清 然後那裡就是一個Underwater prison 再遠一點就有一個Waterpark 給小孩子玩 另外這邊也有了很漂亮的石山 然後可以在那邊游泳 在這邊還有Peddy的Dive Shop 在這裡 潛一次水的收費大約是65元歐落 即是520元港幣左右 我剛剛就直接走進來這裡 還有一個潛水 就是走來這邊 就看到有人在做Dive Side Beath 就直接問他們可不可以跟他們 然後就跟他們一起玩 我會問你們如果大家可以進去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會進去建築 Rummo Yuri在等待我們 Yuri的名字 Yuri的名字 沒有必要害怕他 他很友善 他不會傷害 剛剛我們做完Dive Side Beath 現在就準備可以 下水潛入這個Underwater prison 他說水溫大約是19-20度 這次潛大約是6-8米左右 不是很深水 所以輕鬆 輕鬆潛水 Why don't go diving? Well, I didn't bring my license and other stuff and too lazy Too lazy is the main point, okay? Let's go drinking it's much nicer No way 我們現在就準備 來跳下去這個 超清的湖 蠻冷的 哈哈 You'll get you sick 我們今天潛水的位置 就是一個淡水湖來的 最低有一片草地 還有一些樹枝 還有一些以前加密的遺留物 而在水底裡也有層白色的霧 這一層就是溫差層 如果把手放到白霧底下 就明顯感受到那個溫差 這次是潛的這條路線 曾經舉辦過一場水下藝術展 而在水底伸出來的這堆壽 也就是藝術品之一 充分更運用了水底的白霧 和水底監獄的背景 營造出一份神秘感 現在就來跟大家說一下 這座加密屋背後的歷史 在1940年代 當時的愛沙尼亞被蘇聯吞拼了 就在Rulmue這個地方 興建了一座勞改監獄 收納了大約一千個囚犯 也有人說當中很多政治犯 而我們現在潛逐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採石牆 是當時囚犯進行勞改的地方 其後蘇聯解體之後 阿沙尼亞重新獨立 就廢棄了這座監獄 而之後也因為沒有囚犯造業的關係 附近的地下水開始湧入 而形成了現在這個湖 那樂水前的briefing也有說到 我們會潛入在這些建築上面 裡面就有一個人等著我們 他就是Rulmue Yuli 他只是看電視 喝啤酒 坐在桌上 在那裡休息 歷史上真的存在 Rulmue Yuli這個人 他被稱為 阿沙尼亞的民間英雄 在這裡專門結婦制服的合道 之後教練就帶我們 潛到不同的房間裡面 都是一個挺特別的體驗 最後再經一條水管爬出來 Mexical Dive Yeah, I think so 你剛剛穿過下面的建築物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神奇 因為綠色的光 你會覺得整件事很驚奇 都會給大家看看這些 這麼漂亮的航拍畫面 沒錯 沒錯,我的航拍就這樣撞到柱 腳下水 收我皮 那一刻我立刻在沙丹道問 他有沒有自己的泳鏡 潛了在沙米的水底 撿回一部機 雖然還可以開機 但他已經不繼續正常使用 所以唯有CLAIN保險 CLAIN了它 好,那我現在就 夏天在特地船 回到Herzinki 那就是在Epsonia 都玩了三個兩夜 那我會覺得呢 如果你在Epsonia 只玩Day Tour的話 有一點浪費 因為始終船程都沒有了 是五、六個小時 真的逛的時間 不是很多 所以我會建議 住一晚在塔林 其實都是 約五十元或一晚 不算太貴 但是你會有多點時間 去Explore一下這個地方 吃東西喝酒 逛個Old Town 那現在呢 就終於正式跟我的House 說Bye Bye了 因為他真的陪了我 差不多八天 差不多 又是第一天跟我出去吃飯 然後第二天就陪她去SOMOLINA 然後跟我一起去她的CLAIN 還有我去Epsonia 整體的八天 基本上每一天都會見到她 然後 其實有一點點不捨得 因為她真的幫了我很多 可以說再見嗎 Bye Bye Travis 對呀 也許會見到Hong Kong 或在香港 或在香港 有一點點不捨的 那我的House 給我真的很好 她連她玩家門的事都給我 那這間呢 就是她的一間 在機場附近 即是玩牌 的一間公室 來的 那她就沒有住鬼一面了 那 那因為呢 我回來的程 呢 我是沒有促到Postle 那她就叫我住 她的公室了兩晚 那走的時候 才扔下鑰匙給她 她就是一個這麼好的好手 即是我覺得 如果在一個旅程中 遇到一個這麼好的人 她完全會把你的旅程 昇華了 那這裡就是她 借給我住兩晚的地方 沒有傢俬 但是至少有電可以用 還有呢 之前呢 還在Carmen那裡 幫我拿了一些 毛毯啊 還有枕頭過來 讓我可以睡地下 都睡得舒服一點 即是我想說的是 你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 take it for granted 人家是要 怎樣奉紙對你好 所以你在CodeSurfing的平台 你真的要 Be humble多一點點 你真的要去 spend time 跟人家去交流 聊天 去一起玩 那別人才會覺得 去host你 是一件值得的事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 你這次玩CodeSurfing的一些 小小的心得 小小的分享 那今天我覺得 大家好好運用這個平台 不要真的當是 拗戀閉住宿的 這樣的心態 去玩CodeSurfing 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